嗨,大家好,這裡是飛鮮星,我是Jason 如果你想要聽Mac挑選一個更好的鍵盤 讓自己在打字的時候更加順手 或是在玩遊戲的時候有更好的體驗 就會去考慮買一個機械鍵盤或者是電競鍵盤 而市面上這類的產品大多都是設計的Windows電腦使用的 雖然他們大部分也都可以直接在Mac上面用 但是由於按鍵配置是以Windows的為主 所以有些按鈕的位置就會跟Mac不太一樣 像是Command按鍵就對應到Windows Key Option按鍵就對應到Auto Key 這兩個按鍵的位置就完全跟Mac是顛倒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到系統設定裡面 修改鍵盤的快速鍵 選擇變更鍵中的鍵盤類型 將它改成對應的外接鍵盤 再將Option跟Command這兩組按鈕對調這樣就好了 但是從這邊修改還是有缺點 那就是Function Key以及上方的F1到F12的快捷功能 因為你沒有辦法設定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忠實的還原了 所以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更推薦使用Colabiner Elements 這款免費的鍵盤映射App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即使使用的是Windows鍵盤 也能完美的對應Mac的按鍵配置 除此之外它還能夠自訂更多的按鍵組合 讓鍵盤用起來更有效率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Colabiner Elements該怎麼設定 下載安裝完成之後總共會出現兩個App 一個是Elements 另外一個是Event Viewer 那你點開這兩個App的時候 它就會要求你要做全線的授權 就到系統設定裡面的隱私與安全性 點選輸入監控這個類別 完成授權 總共會有三個 接著打開Elements這個App 並且接上鍵盤 點選Simple Modification 如果你的機器是MacBook的話 在這邊除了For All Device 全部的裝置以外 你還會看到一個內建的鍵盤選項 最後才是你另外接的外接鍵盤 在這邊的功能 就跟一開始介紹的系統設定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這邊修改的自由度更高 並且也可以指定Function Key的用途 所以針對我們買的是Windows鍵盤的話 我們就先做簡單的設定 將左右兩側的Command以及Option來做對調 讓Windows Key和Auto Key能夠符合Mac的配置 順便也可以將鍵盤右下角的選單按鈕 也改成Function Key 再來左邊第二個項目是設定Function Key 現在我們透過Catabiner 即使是用Windows的外接鍵盤 也能夠去對應到Mac的功能按鍵 像是調整螢幕亮度、音量大小等等 都可以正常使用 不再只是單純的F1到F12了 而唯一的例外 就是新版的MacBook所新增的這個誤勞按鈕 目前是對應不到的 那預設它會指向F6 要解決這個問題也非常的簡單 只要回到系統設定裡面 打開鍵盤快速鍵的設定 選擇指揮中心 再將誤勞模式指定F6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是比較進階一點的 Complicate Modification 自定義的按鍵規則 可以透過它打造各種神奇的按鍵組合 只要按下Add Pre-Defined Rule 裡面就會有三個範例了 那中間這個呢 按下右側comment加上HJKL 等於是方向鍵的功能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實用 可以讓我在打字的時候 不至於讓自己的手 常常離開打字的手勢 像是輸入法選字 或者是修改網址等等 只要簡單的控制一下左右 都會讓我覺得更加的順手 要套用這個配置就按下後面的加號 它就會新增到自己的規則了 套用後的規則 你也可以自行再修改 像是這個功能雖然好用 但是HJKL這個排列 跟原本方向鍵的排列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想要把它修改成 JKLi這樣子的方式 要修改的話 就點一下Editor 進入編輯模式 調整裡面的JSON文件就可以了 修改方式就是找到 在同一個大跨號區塊裡面 Front中的Keycore 將它設定成 2裡面要對應的方向鍵的Keycore 就好了 像是J就對應到Left Arrow K就對應到Down Arrow 以此類推 將四個按鈕都修改完畢 接著按一下右上角的Save 儲存就會立即生效了 而除了這三個範例以外 按最上面的 Import More Rule from the Internet 打開網頁 就可以看到更多範例可以參考了 那如果有喜歡的呢 就按一下Import來進行賄賂 賄賂的規則同樣都可以再修改 像我就改了一個 按下右邊的Comment 再加上空白鍵 來當作刪除鍵的功能 另外你也可以指定 這些規則必須搭配某個鍵盤 或者是正在使用某個App的時候 它才會生效 用法可以說是千變萬化 這部分我就寫了一個計算機的範例 那有需要的話 就自己下載參考看看 那如果你想要嘗試 自己去修改你的規則 但是你搞不清楚你的鍵盤 按下去這個按鈕 它的Keycode是什麼 或是你的鍵盤 或者是指定的App 它的代碼到底是什麼 那就打開另一款 Event Builder的App 在Main的選項裡面 可以偵測你按下按鍵的代碼 那From Most Application 可以查詢到目前App的BI代碼 而在Device裡面 你可以查看到鍵盤的資訊 像是Vendor ID等等的 其他就是在搭配官網提供的文件 你跟著修改就沒問題了 Kellabiner Elements的自訂規則 可以讓Mac的鍵盤 玩出更多不一樣的電話 但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讓我們在替Mac 挑選鍵盤的時候 能夠更容易的挑選到 我們自己喜歡的鍵盤 而不必擔心它是Windows鍵盤 會不會有功能上的短缺 只要安裝Kellabiner Elements 馬上就會把你的鍵盤 回覆Mac該有的所有功能 是一款相當實用的App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